那么今天这个来研究的课题呢 就是这个软件 这个website能不能帮助我们来去获得这个一定的信息 那么它里面呢 它就像我之前介绍的 它有这都有这些功能啊 有这个最后一个小时 那些大单real time的实施的 还有大单啊 还有这个spy的etf 那么还都有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就组合一下啊 那这个视频来组合一下 怎么组合呢 跳过webta我们不看最后一个小时有什么啊 我们就看前一天拿着过夜的期权 前一天拿着过夜的都有这些 因为它当机了嘛 它就一直留在这里 它当机了sndl gsat 这是前一天的数据啊 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看一下 那这几个都涨了很多 那么我唯一发现一个没有涨那么多 应该就相对sisco啊 cisco 它今天的这个涨贴幅是最小的二点多 它也是大公司啊 其他的这个都封了 sndl gsda twitter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这都都封了 这大马股概念股都封了 那么我们能能不能获取一些信息呢 它有一个open in 你看top open in change 看到左边这个没有top open in change 那么你按进去呢 它就会有个cvs的文件啊 你按进去就会有一个cvs的文件 那么我就download了这个文件下来 就把它制作成一个可数据可视化的数据 就例如这样 那么这个呢是10号的啊 这个是去2月10号今天的 这是今天的 那么我们我一张一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用这个软件有什么好处呢 就我不会我更加直观的看得出来啊 我直接更加直观的看得出来 这是我自学的啊 这个更加直观看得出来 我不会漏看信息 就例如啊 jsat这个很大的一条红 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open in change open in change 就这个位置 这边是open in change 它加了这个12万张啊 open in change 那我整我们得整理啊 相对应整理下来 apple你看 它做多的有47,000多张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做空 可能做多的比例啊 那么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从这里找 sndl啊 这些sndlgsat 因为它的更新时间啊 我漏了脚 这个更新时间是4点 4点15分嘛 好 那么这个更新时间呢 它是这个第二天早上的8点 那么也就是这个美东时间8点开盘 那一回呢 我们已经是有这个数据了 前一天的这个最后加码的这个单一仓位 那就是从通过昨天的那个仓位 也就是通过昨天的仓位 还有拿着过夜的仓位来决定我们到底要买的一支 能不能实现盈利啊 这个能不能实现盈利呢 这个等于获利吗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这个是open in change 这里有一个表 这边呢是open in 就不是change 就总的表 总量啊 这个是变化的量啊 这些都是变化 这个2月10号变化的 那么这个是 2月10号的这个总量啊 看open in 就还没有平仓了 还没有卖出 还没有成交 还在还在手里的票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那么他就很张扬 你看sndl非常的狂啊 直接做多的比例是这么多 那么也感谢他啊 让我这个礼拜守住了我的鸡腿 让我还有鸡腿吃啊 能不能吃上牛排呢 还得看一下acb 你看gsat 他的获利比例就可以做到这样 那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有没有机会 我们8点钟就开盘的时候 美东时间8点钟就还没开盘 9点半才开盘 我们获得这个消息 还有这个sndl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我们有没有机会入手 我们当天就入手 我们当天就入手 我们先来看sndl sndl 他一开盘是这里 一开盘是这里 那么我们等他掉下来的时候 再买上去 一根阳线 一根阴线 他有机会 有一段啊 这一段 两块四到三块 这里有一点机会 但是呢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他这一段 他早一天进去的话 这一段 你看多么的稳 那么我当天进去的话 我们即使我命非常好 我在这里买 也就这么多而已 那么还不由人家隔夜好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一段 我们有没有机会能进来 这是sndl 我表达清楚吗 你们如果没听清楚的话 在下面留言 我再重新整理 再做一期啊 今天先做出一个大概的模样 先做出大概模样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 NIO这里也是挺好的 也是挺好 但是他没有拿着过夜嘛 他没有这个 他没有这个点啊 他没有这个点拿着过夜 前一天没有拿着过夜嘛 那么我们就忽略他 我们就忽略他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还有哪些啊 我们看到这个gsat 这是topopenin 这是openin总仓 这是openin啊 gsat 我们又来看gsat 有没有机会 我们当天第二天知道啊 gsat 这sat没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 因为他高开 然后我们一接盘 他就往下走 从这里啊 到这里 这一段 这个范围 这么长 这么长 我们要亏这么多 但他现在又涨回去了 他现在又涨回去了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获利 这些毛股15% 获利就已经跑掉呢 是非常有可能了 你看多吉啊 你看amc啊 看这些 一获利人家就跑了 谁还继续留着呢 对吧 除非有那个wallstreetband 那些继续一直撑着 那么好 那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啊 nio 因为没有在吗 所以我就不谈了 我没有 那好 这个open in找完了 我们找一些open in change 因为这是 加仓跟减仓嘛 刚才那个是 他这里有两个 我再解释一下 这里有两个概念啊 这是open in 就还在里面的 已经在里面的 这个是open in change open in change 就是我买了多少 我卖了多少 这个是没有动的量 这个是动的量 明白吗 那么好 我们来 我们现在的 就看open in change open in change 就这里啊 apple 这个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个sndl 或者这个这几个twitter 这些呢 gsta gsat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没有机会啊 在sat gsat 这里没有机会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继续来看 sndl也是没有机会 twitter twitter就是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来看一下twitter 因为他符合嘛 为什么说推他呢 因为他符合前一天这里拿着 然后这个呃 这个表也有他 这个表呢 我把它转换成这里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witter有没有机会 也没有机会啊 twitter一早就高开这里 这一段啊 那么他一下来 我算我在这里买 我在这里买 他涨到这涨回这里 这个也是不大现实 你从你在吊着那么厉害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去入手 那个势头一直往下掉 你不一定会 你肯定是 你肯定还是也就出现一个绿线在这里 有可能买买嘛 绿的都不绿一下 那那怎么买啊对吧 那也不会买 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 呃这是这个那么所以说这个标题呢就基本上就失败了你们进来呢就浪费到这几分钟了你说浪费吧也是你说没浪费吧你知道这个就不要尝试了你往别的地方向尝试 例如你可以怎么样尝试呢 例如这是2月9号的这边是2月9号看到没有这边2月9号的TopOpenChange啊我们来看一下 稍等一下我把那个字体改大一些 看他这里是OpenChange嘛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找我们有没有通过这两个对比就一个9号一个10号啊这两个通过来对比呢再找到一个呢就这个软件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反正你能把这些组合组合起来啊这个一个是realtime 一个是拿着过夜一个是这个radar就我每天说的这几个你们可能会做的比我好啊你们看我的视频但你们有可能 对数据这些就等于老高跟小莫的那个呃那个那个那个那一期的节目说你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啊这就是短暂的这个你能能短期内获利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请在下面留言你想看什么样跟什么样的对比你现在还没有买那个会员吗那你买了以后那你就要按照我这个方向我给大家一个框架啊你往这个方向去想看你能不能这个能比我好能比我好的那一天呢麻烦请带我赚一些钱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